第十二章 鲁信的杂文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要讲一下故事新编 杂文它怎么来定义 从文体上看 杂文它是一个议论文 是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的议论文 专门讲道理的议论文 一般都不太讲求文学性的 它主要是注重逻辑推理 那么杂文它也讲道理 讲逻辑 但它的议论 它的逻辑推理 有时候要带有些文学性的思维 就和偏重抒情描写的 那种散文就有区别了 这是杂文文体上的一个 基本的特点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杂文 像七发 它属于议论 但里边也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形象的表达 所以大致也是可以归为杂文的 但是中国文论里面 没有杂文这个概念 以前没有 就是说古代文学里面有杂文 但是它没有归类 没有专门分出这类 就没有说哪个作家是专门写杂文的 国外有杂文 我们通常看到的水笔 外国的水笔 它的一部分就属于杂文 英国的水笔是很发达的 那么五四时期 中国的散文就受到了 英国水笔的很大的影响 当时很多新闻学的作家 它的杂文水笔 还有小品文 都借鉴过英国的水笔 当然也还有受到日本水笔的影响 鲁西在二十年代 翻译过两个日本作家 一个叫楚川白春 一个叫贺右建府 都是写水笔的 鲁西书他们的影响很大 现在杂文的题材很开放 是一个很自由的一种文体 也是水笔的一种 是一个含有议论的一个小品 但是它又融化了 融纳了 消化了其他文体的一些 俗法一些特点 这杂文包括的面很广 包括书信体 演说体 演讲体等等 那么二十年代 有一个杂文的杂志 专门登杂文的 专门刊登杂文的一个杂志 叫以思 是鲁西书 是鲁西书下办起来的 主要是杂文的 发表的一个宽物 鲁西书在谈到以思的特点的时候 他说了八个字 任意而谈 无所顾忌 我看 这就是 很好的说明了 现代杂文的一个特点 文体的特点 任意而谈 无所顾忌 他意思是什么 就是很自由 不要考虑太多格式 不考虑什么文笔的约束 可以任意地发挥 当然杂文也可以分为 细事为主 或者抒情为主 有的是细事的 有的是抒情的 或者是博论的 还有其他一些样式的 在五六十年代 由于特定的时代的约束 文学是以郭颂为主了 批判现实的功能就减弱了 所以强调自由表达 强调批判意识的 现实批判的那个杂文 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 那时候杂文是比较少的 但现在杂文又起来了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大众化的一个问题 很多报宽的现在都发表杂文 这个鲁信是现代杂文的一个畅使员 我们一讲到杂文 就会联想到鲁信 现在对杂文的研究 包括对散文的研究 应该说都是比较薄弱的 那么 对鲁信杂文的重要性 特别是他的文学的价值 现在我们认识的不够 是吧 这种观点 这个杂文 现在我们认识的不够 这种海外的一些学者 对鲁信杂文的评价 也是不高的 香港有一个学者 叫司马长锋 他写了一个中国新文学史 文笔很漂亮 也有眼光 但谈到鲁信杂文的时候 他是不以为然的 他说散文方面 野草与朝乏西时 为美文学创作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可是鲁信加入左连以后 不但要输到文艺载道的智慧 而且要服从战斗的号令 经常批鲑 批鲑 戴甲 就是戴着鲑甲 穿着很厚重的战斗的衣服 冲锋陷阵 写的都是避暑和头枪 就和纯文学创作不相关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国内 有些学者也有 就是认为鲁信大量写杂文 是一个才华的浪费 如果都在写小说好像就好了 就可能更伟大了 那么这种观点背后 可能隐含着 对鲁信杂文 他的思想价值 他的艺术价值 一个低估 美国有个换学家 叫夏志钦 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 里边也认为 鲁信的扎文 就是打笔木观思 认为是鲁信 创作力衰竭的一个表现 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 其实鲁信扎文 不但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还有它很独特的艺术的价值 它是散文发展的 一个一大景观 现代散文发展的一大景观 就是把鲁信扎文 放在两千多年的 中国的文学史上 也能够显出它的艺术的个性 和独特的贡献 所以这个唐科 我们主要讲鲁信扎文 是吧 这个要给他一个评价 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鲁信扎文创作的情况 鲁信呢 一生写了六百五十多篇杂文 有一百三十五万字 他生前和过世以后 一共编过的杂文集有十六本 所以杂文在鲁信的 国向创作里面 他占的比重是最大的 社会的影响也应该说是最大的 小说毕竟阅读的是一部分读者 但杂文的读者面 可能比小说是要广一些 是吧 它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所以研究鲁信呢 恒定鲁信的位置 不能够光是根据鲁信的小说 非常重要的 还有他的杂文 所以下面呢 我想对他的十六本杂文呢 做一个尝试性的一个介绍 是吧 做一个尝试性的介绍 那么第一本热风 1925年出版的 写作的时间呢 是1918年到1922年 那时候正是五四时期了 所以这些文章呢 绝大部分呢 都是在新青年 那个水赶路上发表 新青年呢 有一个专栏叫水赶路 这个五四一代宣区 很多都在这个专栏上 发表过文章 所以后来水赶路 我们讲过了 已经变成一个 专门的文体概念 散文的一种体式概念 是散文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提倡争辩辩实弊 有感而发 是吧 所以新青年的水赶路 一共发表过133篇文章 那么鲁信就占了 27篇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作者 那内容呢 绝大多数都是批判传统 批判落后的国民性 是这样一个内容 就配合当时五四的 它为什么吉明 叫做热风呢 它在题记里面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 我觉得周围的空气 太寒烈了 就太冷了 我自说自我的话 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 就周围的环境 这个太恶劣 太冷酷 所以我的文章 集在一块 就是一个热风 吹点风 吹点热风 这是第一个集子 第二第三个集子是 华盖集 华盖集 续集 是1925年26年的文章 这个25年前后 我们知道 是鲁信的创作的高峰时段 他又写小说 又写散文 又写杂文 所以这两本杂文集 也是这时候出的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武杀运动 三一八惨案 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政治文化 这个当时整个社会 政治文化都比较混乱 比较黑暗 而五四落潮之后呢 这个思想文化界开始分裂 是吧 就是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叫华盖集 旧时候有句话叫 机心高照 大家知道是吧 华盖就是一个机心 那么华盖集的意思呢 就是说反话 就碰了很多钉子 交了逮运 交了不是好运 说华盖就是一个反话 反其意而用之 他的意思呢 就是那几年很艰难 在艰难的跋涉中 写下这些文章 鲁信介时候 跟那个现代评论派 陈锡云等等 很多论争 这个文章里面 这个两个集子 说了很多论争的文字 第四个集子 名字叫坟 坟墓的坟 1926年出版 有一部分文章呢 是鲁信留学日本的时候 写的早期的文章 还是文言文学的 坟里面呢 书的不完全是杂文 也有些是论文 早期的论文 那么为什么叫坟呢 它的意思是 青春的年代过去了 就要把它埋葬了 所以带有一个 气旧迎新的意思 坟呢 很重要了解 鲁信早期的思想 里边呢 有很多篇 是可以参照的文章 我在两三年前呢 发表过一篇文章 叫讨论鲁信 对文化转型的思考 极其焦虑 那么里边谈到了 现代物质文明呢 可能导致 人文精神的衰落 那么鲁信呢 早就对这个时代病 时代病 有很深的思考 这是第四个极致 第五个极致呢 叫尔乙吉 尔乙吉 这个尔乙吉是 1928年边 他说的文章 是27年前后的 主要是 这时候鲁信在广州 这个一般认为 这个时候的鲁信 开始向左转 转向同情革命 这个问题当然 还有值得讨论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 鲁信的思想和生活 的确都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变化 特别是412 国共分裂 时机变得很严峻 鲁信呢 要回答 回应 很多现实的问题 包括政治选择的问题 所以尔乙吉 主要呢 是这个时期的文章 那么为什么叫尔乙吉 鲁信自己这样说 我在1927年 被血下的木灯口呆 鲁信说话都带 有点自嘲的 1927年 国共分裂 国民党背叛革命 是吧 那时候 他又说 这半年呢 我看了 我又看了很多血 很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尔乙吉嘛 泪开了 血消了 徒博们逍遥 覆逍遥 用钢刀的 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这是一种奋进之情 就是说我这个 做不了什么 我只能够写写文章 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呢 是第六个集子 是三贤集 这是1932年编的 书的文章呢 是28年到29年 是吧 那时候呢 鲁信呢 跟倡造社 太阳社正在论争 所以其中有一部分文字 是有意气之争的 但主要呢 我们看呢 是他的文化立场的 观点的一个争论 那鲁信当时 对革命文学 对左翼 以及对那些文人默克 急转翻 他是有他的看法的 现在看来 这些文章 有些是过火了一些 也有偏颇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 鲁信眼光独际 比如说他 对当时左而不左的批评 以及对一般文人的那种 心理的一个揭露等等 都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叫三贤级呢 因为当时在革命文学论争 他跟那个畅造社 太阳社论争的时候 对手包括有一个叫成访吴 后来是当过人民大学校长 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成访吴 那个畅造社的阎老 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 认为鲁信是不革命的 是说有闲阶级 有闲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了 是吧 那么当时是一个贬义词 小资是一个贬义词的 不像现在 好像挺美的 所以他攻击鲁信是小资 是有闲阶级 是发泄对鲁信的不满 甚至呢在成访吴 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写了 闲暇闲暇 第三个还是闲暇 就嘲讽鲁信了 所以鲁信呢 就顺手就拿过来 用别人的画来 用别人攻击自己的话来 作为自己 吉子的名字 所以叫三贤吉 那么在这个接下来 这就是二星 二星吉跟南腔北调吉 这个书的文章呢 是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三年 也是呢 论争信的文章比较多 这大部分呢 都是跟那些论敌 发生一些论争的 当时鲁信呢 被围攻 里外加工 外边的人呢 包括国民党啊 这个社会上有些反对派啊 内部呢 就是说 左翼也在批判他 所以他要有很多的精力来应付 二星吉 二星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上海有个小报啊 辟了一个专栏 叫做文贪逆城传 逆城 逆子逆城 就是对房上不忠心的 叫逆城 在专栏呢 就专门给一些 所谓的叛逆的人来写传 第一个人就是鲁信 所以鲁信就这样说了 在坏下期的社会里 躺要有人怀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有一点心意的心思 有一点不太同的心思 是一定要大吃其亏的 而攻击陷害最凶的 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物 就是公刺激最厉害的是 这个刺激的同党的人 所以二星吉就起了这样一个文字 这是七八啊 第九本《伟自由书》 第十本《准风乐坛》 第十一本《花边文学》 这三本呢 都是1933年以后 鲁信为上海的一个报纸 当时叫申报 有个栏目《自由坛》 鲁信几乎把它包下来了 是吧 就在这个专栏上发表的文章 通常所说鲁信后期杂文 就是这个 这三本杂文呢 可以说 是无否存清 是吧 绝大部分是文化批评 社会批评 也有真辩实弊 批判当局的 《伟自由书》 它的意思呢 是表面上自由 其实不自由 是伟的 是吧 这个鲁信说啊 鲁信是敢说话的人 他受到很多压迫 当时呢 有书报检查制度 你说的太出格了 他就给你删了 改了 是吧 把文章戳掉了 所以当时呢 申报的主编 也觉得很麻烦 就发表过一篇短论 就里面有一句话 叫 与请海内文豪啊 从此多谈风月 就不要去讲那些政治了 你说点风发血液吧 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多谈点风月 所以鲁信就起其名为 准风月谈 就是政治不能谈 就谈风月吧 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啊 当时申报 因为鲁信的文章 就卖得特别好 是吧 很受读者欢迎 鲁信在申报的 这个是有特殊代议的 就是他发表鲁信的文章 都要给他加一个花边 表示重要 所以他就叫做花边文学 是这个意思 第十二本到十四本 叫做且戒停杂文 且戒停杂文 还有且戒停杂文二集 且戒停杂文末边 所书的文章 那是三四年到三六年 这博论比较多 就跟你论争 当时跟随论争呢 民族主义文章论争 跟左翼文学论争等等 那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 论争太多 也无口奈何 这就是历史嘛 这时候鲁信已经得了肺病了 是吧 很严重 在他生前呢 最后的一两年 还受到很多的围攻 但鲁信是一个硬骨头 他不妥协 他是提倡复仇 提倡反抗的 所以在病中 他写下了很多论争的文字 那么为什么叫且戒停文集呢 鲁信当时住在上海 租界 租界的租 半边不是且吗 这个租界 租那个右半边就是且 且戒停 就是半租界的意思 当然这个且呢 就带有一种暂时积注 是一种过客的一种含义 就是且戒停 十二本到第十四本 十五本呢 是集外集 十六本呢 是集外集十一 都是鲁信过世以后 他学生给编的 集外集很多是鲁信 生前不注意书的 书留的文字 他从一九零三年鲁信呢 一九零三年就开始写文章 一直写到一九三四年 写了有四十年的文章 很多文章发表以后啊 都没有书到他的集子里面 所以他死后呢 他的学生杨继云就给他书编 编为集外集 后来又有个集外集十一 集外集他还没输进去的 就是他的太太啊 习广平编的 前面我们不厌其烦 讲了鲁信十六个杂文集 主要是希望大家注意 鲁信呢 他的杂文在他的一生创作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 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